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的人是听修耳歌圆童刚开始 异手太重了 大家有时听这个视频 听我说话 有时候他就发开 听一听他还是用耳 他专注在耳上 他在听闻上 不自觉的在修耳根圆童 在修耳根 那么听的时间久了 这个还有就是 他挨住在这个过程中 他会对他的耳根的气脉 形成一些冲击 那冲击的时候他就耳鸣 甚至有时候耳朵里边疼 心心心 就是有一下下的跳疼 这个是气脉开解的一个状态 这个时候呢 你尽量的放松 放松 如果很严重 甚至你说今天这好工作 又上火了 他就很容易这块 因为气脉开解和转化的时候 是最弱的时候 就是说你情绪把握不住 因为你定力不够嘛 你烦躁啊 一生气啊 还有我们在家的生活 比如煮饭啊 有厨师嘛 每天在厨房那个环境太热啊 或者是什么 环境你就很容易发炎 或者是什么 因为他有一伤害 这个时候也可以用点中耳药的 叠中耳液的那种水啊 叠一两次就过去了 还有支鼻炎的这种药也能碰到耳朵里啊 因为他这些是相通的 鼻炎啊 做耳朵能脱鼻子进 从这儿都可以啊 如果你觉得我能熬过去不理他呢 那就很疼的时候就这两天不要停 也不要放松 就不要修二个月头 就停几天 哪怕是修的时间再缩短 就是让他缓和一下 就是你 你刚开始一手太重 知道吧 一手太重 因为你散乱 你必须专注你才能听嘛 所以意念就重了 有点这种一手太重 我举个例子 就像 就像一个小BB刚开始生下 他抓奶瓶的时候 他不会用力 他就死扣着 你看那个小朋友 拿两个手指扣着那个奶瓶的边 就能把奶瓶拿起来 他因为手小 他抓不住那个整个那个 他就 他要全身的家入到这个地方 你现在不会打坐 你就是全身的家 往来过去 就是大家都是全身的家 修个法门啊 全力以赴啊 否则就乱想了 又睡着了 又昏沉了 因为你的习气已经很重了嘛 就在很散乱 这个全力以赴很容易就太重了 就很容易受到小朋友 小朋友 你知道他全力以赴 如果拿手抠住 比如他拿这个东西啊 他不是手小 或者是他不会用力的手 他这样抓不住 他就拿这个手 就抠着这么一点点 他就真的抠起来 就抠住 但是抠住的时候 你他全力以赴 放在这两个手指头上 你想他能承受多久 他三分钟五分钟可以 他承受一个小时 他就累的 这两手指就暴飞了 他就很累知道吧 他不会用劲儿 所以他需要小孩子的爆发力 但是耐久力不行 是吧 那小孩子 他抠一两秒 抠到这五秒的时候 就掉了 知道吧 你们也是打坐 刚开始就修 耳根源头 修任何法门都是 全力以赴 全身怪住 草木结冰 然后就是 就好像要 要跟这个世界要决裂了 我是要跟自己 革命了 要跟自己上战场了 就好像 哎呀 因为打扰太多 因为自己 哎呀 空线这件事啥 忘了 老实说了 哎呀 为什么要关门 忘了 因为这些界定 也不是天一天两天 你能记住的 你要听好多年 你才能很熟练这些东西 所以坐在做点啥也忘了 但是反正能记住 先盘腿吧 跟腿抗衡吧 是吧 全力以赴 坐在那儿 老实说听海超音 能修耳根源头 我就听着海超音 不动不动 反正不动是记住了 但是你能不动吗 你不能全力以赴不动啊 然后 坐在那儿 你看那个 憋着那个样子 然后又把 紧张打呀 然后 又动了 又动了 气死我了 又动了 要么就是 又睡着了 要么你看着 呼吸呼吸 昏昏沉沉沉的 刚开始不会嘛 都这样 大家都这样 这个过程是有的 慢慢慢慢就会了 一上座很清明 一上座宽态而住 整个神心世界 全部放下 坐在这儿 你是无形无相的 无明无心的 六根六寸六寸全家 刷就放下 很安静 你的心 一上座 租源 别说你 连给你放的念头也不用 刷就离开你了 六根六寸六寸 轻微的有些决兽 摔妈冷藏痛啊 境界在前边飘啊 决兽 境界十方三四在这儿转 在这儿飘 地球在你面前转啊 太阳在那儿散啊 星星在这儿 或者是什么 然后身上有决兽啊 摔妈冷藏痛啊 亲爱啊 什么性能量 他所有的你任何的这些 打扰你的 他在关你什么事是吧 就像宇宙在这儿起源了 不要让他起源吧 是吧 有个核反应堆 还不让他起源呢 是吧 坐在这儿 但你是空的 无形无相的 柔柔不动 你是空性 没有什么东西影响 一上座就这样 一上座就这样啊 一开始上座就已经这样 修尔根也都坐在这儿 刷下来 耳根 生成 对声音的认知 学甲不动 安住在文厅上 不动 但是安住在文厅上 如入不动 因为一年有这样 如入不动 一分钟 如入不动 十分钟二十分钟以后 这边的气脉 开始哇 开始往下 开始开 打开 这个耳朵的气脉 开始开解 然后你就觉得声音飘来飘去 飘来飘去 到底从哪来的 你都不知道 因为安住在文厅上的时候 声音跟你有关系了嘛 那个海潮越 到底是从这边过来的 还是那边过来的 从头顶下来的 还是海底路上来的 你不知道 全是海潮越 或者是海潮越 因为没有内外 空性没有内外 是吧 一上桌 就能要达到这种内政 要达到这种境界啊 刚开始你们都是小孩子抓那篇 都是那种革命境界啊 就那个境界是比较容易出点小篇啊 但是空性政界 只要你空性政界在那 你觉得自己是打接空的 不会 就不会出大篇 不会出问题的啊 你要是说想修个神图很容易出片的啊 就说你把自己觉得有气脉 又要转化啊 然后对境界一直做就是一出片啊 错啊 先不要说年龄啊 坐在这儿 坐在这儿 六根六成六根 你的这个年龄都是假的 这怎么跟你年龄有关系了呢 你的心思如如不都是空性啊 千万千万把年龄扔到一边去啊 当年释迦牟尼佛弟子拜佛为师的时候 都比佛大 佛当年几十岁 二十几十岁 二十九岁还是多少 他的舍利佛当后期他的大弟子们都七八十岁了 佛走的时候也都比年龄比佛还大嘛 很多弟子都四五十岁才开始跟他学佛的 人家也开悟正果是吧 我们年龄不要想年龄的事了 我刚才说了一上座 这些更诚实都假了 年龄这不是这个更的事情吗 六根的事情 年龄 你有心有年龄吗 你的心小时候现在不也一样吗 你该玩的还不是这样玩想玩 是吧 心是没有年龄的 肉体才有年龄嘛 是吧 我们说自己多大了 这是个肉体的痕迹嘛 现在不是学佛这个肉体不定义 它四大阶空嘛 对它不定义了 完全是先修心的嘛 坐在这 然后慢慢放松 随着你修正时间慢慢 有些东西随在修正的过程中 你在改息器的过程中 在修禅力的过程中 它会调整 它会好 嗯 其实真正的就是你心心上 真的是能达到一个突然 站在了人力 超越人力的一个见地上 真的是你不知道你会受益多少 那人力是有很有局限性的 很多病都是自己憋血出来的 憋血在人道憋出来的 首先你是很瘦嘛 比如忍瘦嘛 就像腿疼大家都跳不出来是吧 打坐 忍受第二呢 治疗 逐渐的 贴膏药 贴疏通经络 贴骨质增生 那些自骨质增生的骨 最简牌图书的症骨 通过外的方法来止痛 实在我们有时候病得很厉害 疼得不行 吃个止疼药 是吧 不是都 这些都是可以用的 都是助缘啊 我们每个人到中年 所有的打坐的都有各种各样的毛病 有的是 尤其身外小孩 大家有的棚鼓不行了 还有就是说 子宫有问题的 包括脊柱有问题的 几乎百分之六七十多 老了脊柱有 因为你相信我们人力 他从来不爬着走 你看呢 老虎啊 豹子他们追尖牌不突出的啊 人家是敲团 你看那个脊柱是平的 我们是人力是立起来的 这个脊柱啊 全身的重量有时候放在这个脊柱上 而且一直在站着 坐着这个脊柱一直是 而且坐姿又不正 我经常觉得 我们要像老虎那样走 肯定追尖牌不会 腰椎不会突出 但是那样又不方便做干活儿 知道吧 是不是 所以这个 然后人家的奔跑 你看那个脊柱经常用动啊 你看那些老虎狮子啊 跑的时候 那个脊柱啊 不全能用 我们站着 你看脊柱很少用动的 你坐在这儿 你看 就算我坐得很直 他有时候也会歪啊 你走 不可能坐那么真嘛 是吧 所以这个很容易受伤 所以也不要怕 反正就这些零件 就这么几块骨头 就这么点脏气 慢慢修理它 这个需要治疗 光靠你坐在这儿 我说两句没用的 它那个气 它形成那个气质性病变 就是不是心性上的 可能我们聊聊天就能解脱 但是形成脏气 形成一个物质性的 气质性的病变了已经 你有时候你说不想让它 它已经形成 已经形成 就像接触果果来 你要治疗 治疗慢慢慢慢恢复啊 逐渐的解弱 解弱到气脉 逐渐的过 中西医都可以 建议你找中医 所以我觉得治疗 急助这一关 还有你自己的运动 还有一个治疗的 靠大礼拜 我觉得也是个治疗急助的好办法 爬下嘛 是吧 爬 爬 把急助 起的时候把急助拉开 就像猫生懒药那样拉开 学学猫生懒药 学学老虎 不是武情戏啊 什么这样 我们有时候 学学动物的这些动作 还真是对我们身体啊 有时候自己去学 你哪块有别 就学一个动作 你觉得那样拉舒服 你不要学全套 全套既不做也做不到位 你觉得哪一个动作 比如说瑜伽啊 武器线啊 很多的不是这些传统 甚至有些气功啊 或者是很多这个市面上 很多瘸术啊 太极瘸 有一个动作 你觉得对你特别舒服 你做这个特 你就反复的就做这一个 你不用是 你又不是走背 说是学的什么啊 你现在只不过想治病嘛 对 你就学这一个动作 一旦你学到了 你就每天做每天做 反复的做 还有改变 假如这块有问题 你要改变你的桌子啊 就是这样 颈椎其实不影响打坐的啊 这个就是可以的 但是颈椎你要放松 把脖子放松 其实打坐 打坐还气脉有意畅通 不管你是用针灸 还是推拿或者正骨 你那块 其实追尖盘图说啊 真身骨刺啊 或者是骨刺真身啊 它还是那块气脉不通了 首先是开始就是气脉 循环不畅 然后慢慢才开始气质也变变 你从西医的角度或者追 它先开始针灸 它让你就算是通畅了 但是你的本质上 你的能量要是 循环不过来的话 过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所以我过一段时间 所以还得增强你肾脏啊 这些人度而卖这个能量 就还得整齐 而这个打坐是可以的 通过静坐啊 但静坐不是 它不是一个静坐 首先你不要当成静坐是一个很疲劳的坐着 哎 或者躺着说是哎 那要是中医中医的角度 你坐久了也会出问题 站久了也会出问题 躺久了也会出问题 但是静坐不是疲劳啊 佛学的静坐 它是一个调整身心 它是一个入定的过程 就是说所以你要 因为刚开始大家入不了定 所以坐才开始疲劳嘛 如果你一旦开始 因为它配合正知界跟调心 知界非常重要 一旦你知道否则你没有空性之界 没有知界 你的静坐就是坐着 知道吧 一定要不断的推稳见地 佛一直在强调知界的重要 见地的重要 这就是佛说我们的见地 知界能动色体嘛 我们这个肉体叫色嘛 他说你看我说个柠檬 你嘴里就有口水 你是四大嘛 滴水火风嘛 为什么你的水大就动了 就两个字你的水大就开始动 因为你有信心 所以我们的认知角度就是个信心 你对这个世界的评价 还有你的定义 概念 认知全是造成你身心障碍的一个角度 而那些东西一转变 你的身体就开始开解了 气脉就开解了 疾病就开始消失 但是你会本能的那样想 比如说我说柠檬 你本能的就口水出来 你还没通过大脑去思考 比如说啊 如果你正好昨天刚吃了个柠檬 你更快 因为很酸嘛 然后口水出来的时候 你没有头脑分析过说为什么口水 或者是我没有允许口水出来 他自己就 这叫本的 这叫习气知道吧 他有信息带来的习气 所以改习气 才能改变彻底改变直接 光改直接你习气不改 没有它本能反应嘛 所以习气跟直接同时改 一旦你爱佛的直接开始进入你的系统了 就像你这个电脑系统 一旦你的身体就开始改变了 你的身体的疾病啊 气脉就开始改变了 你就活成另一套系统了 知道吧 就算有些疾病一下子治不了 它都会不会影响你 就是你两个系统 那就好 二 三 二 三 二 二 二 一 二 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